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人在死亡后 这个身体变成了尸体 然后就成了一个骨头架子 在活的时候呢 比方说年轻的 男人的话 长得非常帅 非常庄圆 女人的话 非常漂亮 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女菩萨 在17、18、20岁的时候 非常非常漂亮 打扮得也非常漂亮 在脸上画这画那的 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 你们想一想 在医院用癌克斯光检查身体的时候 一看就是一架骷髅 美女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就是一架骷髅 特别可怕 人世间就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空的 本质上就是空性 活着的时候 你看看 外表上看着漂亮 但是它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就是一个骷髅架子 一个骷髅骨 大家都见过骷髅吗 所以说呢 外表上打扮得漂亮 你去贪恋它 执着它 其实都是假象 是忽悠我们 糊弄我们的了 自信上就是空的 有什么可贪恋的 可爱变成了可恶的心 看到一架骷髅 非常悲观呀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 真正的美女是什么 是内心上美 内心有慈悲心 内心上有忍辱 非常善良 圆融有智慧 这些就是内心上漂亮 内心上完美啊 充满了智慧慈悲 这是真正的美女 任何一个东西 绝不能以外表形象 去判断它的好坏 你们一个肉眼凡胎 根本就不了解 事物的真实情况 就像金刚经所说 凡所有相间是虚妄 那我们凡复肉眼 所见的皆无实相 比如说 一位出家修行人 外表上显现的不如法 有些人看到以后呢 看不惯 认为这位出家修行人 作风不如法 其实你们不知道的了 有些人本来是真正的大菩萨 可是在众人面前 却显得特别不如法 很多言行让人们 根本无法理解 菩萨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的 你去诽谤他 轻视他 这个罪业非常严重 这个最超过杀害三界的一切众生 所以说呢 外在的显像不能代表内力 在外表上 大家也不要太讲究 你本来受菩萨界了 咱们这里有些居士八观摘界也受完了 眼镜画一画了 眉毛画一画了 有时都画歪了 呵呵 不要画那么多啊 差不多就行了 没有必要的了 你们每天都用戒律来约束自己 五戒了 十善了 这些戒律守得好的话 修得也快 每时每刻都不能犯戒律 起心动念 一点点威胁的因果也不能犯 犯了 将来在身体四大分裂的时候 那这个果报就太可怕了 非常可怕 今生还没有修好 也没有了完 业障还没有销完 没有忏悔 那在众阴四大分裂的时候 非常非常恐怖的了 在这个期间 这个尸体 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尸体吗 人生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宾馆 非常好看 这个房间 是标准间 非常豪华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住着 总有一天我就走了 因为这个房子已经破了旧了 一样的道理 人的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 那带走的是什么呢 啥也带不走 带走的就是今生你自己造的善业和的业 如果善事做得多 带走善的方面多 那将来就解脱了 后世也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做得可多呢 那就是三恶道 地狱道 出生道 鸽鬼道 那肯定显现的就是这种果报 而且中阴的时候 非常痛苦 显现出的是恐惧 可怕 显现出的是恐惧 可怕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